你知道斗罗中最无知、最倒霉的、最嚣张的人分别是谁吗? 首先就来说一下斗罗中最无知的人 大家都知道唐三从杀戮之都回来之后 由于控制不住刚刚获得的杀神领域导致经常失控 所以唐浩把他送往了月轩学习、修炼新兴 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次举行舞会要选择舞伴 凭借唐三哥帅气的长相应该顺手拈来的 毕竟蓝银黄觉醒之后 唐三的长相气质是一顶一的帅 就连武魂殿圣女、胡烈娜都把持不住 于是唐三便随意向一个女士发出邀请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女的居然不识好歹 拒绝了唐三 甚至还嫌弃唐三平民出身 旁边吃瓜群众 甚至还叫嚣唐三要认清自己平民的身份 我也是罪了 我只想说无知的女人 你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吗? 你错过了和未来的蓝浩王 甚至是海神共舞的机会 后悔去吧 要说斗罗中最倒霉的人应该就是他了 五年之后 史莱克七怪重回学院的时候 戴木白和朱竹青刚想进学院 就被门口的学弟给拦住了 任凭戴老大如何说 就是死活不让进 就说他们是假冒的 开玩笑 史莱克七怪这长相气质 是随便能假冒的了的吗? 还扬言要对戴老大不客气 心疼这个学弟一秒钟 直接得罪了戴老大 史莱克七怪是一体的 也就是直接得罪了史莱克七怪 以后的七位神 真是倒霉透顶了 不过七怪 肯定不会和这种小喽喽一般见识的 最后就是最嚣张的人了 在唐三第一次去浩天宗的时候 由于唐号的原因 使得唐三并不受待见 各种冷嘲热讽 尤其是七长老的儿子 被五魂殿所杀 便怪罪唐号 七长老更是口出狂言 不仅要将唐三逐出浩天宗 还喊他是杂种 真的是太嚣张了 作为挂王的唐三 哪里验得下这口气 当场要和七长老善调 在后面唐三成神之后 七长老回过头来看看这一幕 会不会吓得一身冷汗 怕唐三秋后算账呢 老铁们 你还知道 哪些醉什么的人吗 我会不会吓得到 天宗